接著我們要看一些實力 有關於牛頓低運動低運動的實力 第一個實力是原來是靜止的 他要保持靜止 所以人在公車上是靜止的 車子突然往前開 人要保持靜止 所以車子往前面人像怎麼樣 向後 所以人就會向後傾 這是一個所謂的 原來是靜止保持靜止的狀態 另外一個就是拍打衣服 拍打衣服有兩種狀況 拍打衣服有兩種 拍打衣服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牛頓一一種是牛頓二 這邊有灰塵 如果我這樣子打 把灰塵掉下來 這個是牛頓一 灰塵在這裡 衣服在這裡 衣服被打走了 灰塵流原地掉下來 這是牛頓一 因為我們這樣 這要是牛頓二 我對灰塵施力 把它弄掉 這是牛頓二 我們講的是牛頓一 我們說的是牛頓低運動定律 我們現在講的是牛頓一 另外一個是敲紙片 來帥哥出來吧 我我我我我 我不是帥哥 他不是帥哥 他不是帥哥 你真的不帥 來拿好 這一隻拿好 來 這個要注意 我們剛會 我們要跟會說 這有兩種狀況 這裡有一張紙 這裡我放了十塊錢 有一種狀況是慢慢拉 慢慢拉的話 十塊錢跟著我一起走了 這是因為十塊錢 跟紙當中有摩擦力 當我慢慢拉的時候 力量有時間作用 帶他一起走 這是一種情況 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叫做快快拉 掉下去了 因為當我快快拉的時候 因為我快快拉 因為我很快拉的時候 這個摩擦力來不及作用 所以只走掉了 可是銅板還停在原地 所以就掉下去了 所以這是兩個不一樣的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情況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情況 一個是快拉 一個是慢拉 那我們現在講的都是快快拉 所以這個東西會掉在燒杯裡 這全部都是香港的 他就是這裡放一個甲子 然後很快把紙打掉 然後掉到杯子裡 俗語有雲 口快有手蠻老 理由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 因為他的 夾子要保持慣性 停留在原地 所以會掉到杯子裡 打銅磚這個看起來有點過癮 好 他把一貼銅磚就銅壞了 現在看這裡有裝了水的燒杯 有一個銅磚 放到鐵砍 現在我扔掉銅磚 讓這裝了水的燒杯放在上面 你們猜一下我可不可以不碰到燒杯 而拿走銅磚 其實很容易 只需要用這把鐵尺 把銅磚熟快打走 就好像這樣 這樣 這樣可以每天就撥開 領給銅磚 你回家疊一些 十塊錢銅板 就可以再玩一遍了 就是保留池在原地 下面飛走 上面會不會掉下來 就會掉下來 這個在這個有很多的網路影片都有 拉那個台布 東西會留在桌上 根據剛才我給各位的示範 那個必須要快快拉 你慢慢拉就完蛋了 如果你猶豫 慢慢拉就全部毀掉了 要拉得很快 現在檯面上有張檯在這裡 上面還有一些杯碟在這裡 等我拉一張檯布出來 你猶豫那些杯碟會不會留在原位那裡不動呢 看一下 其實只要動作夠快 拉一張檯布出來 是對那些杯碟沒有影響的 這個根據我們剛才講的 一定要拉得很快 你拉得慢就 完蛋了 做完蛋 最後一個是衛生紙 這種百貨公司常用的卷筒式衛生紙 正確用法是 快快的撕開 好爛 好爛 那我吃不起來 我都吃不起來 我都吃不起來 這次我會用手紙 變蝶子來做個示範 首先找把鑽車穿著蝶子號 然後我會試一下用單手蝶蝶蝶蝶蝶 用手紙的表示你很蠢 表示你還沒有程度 好所以就是快拉一樣 上面的紙絕對在原地 下面的紙被拿走 所以就把他針開來了 以上就是有關於我要保持原先禁止的 慣性的現象 好就是原來是禁止 保持禁止所產生的慣性現象 OK